中央流行疫情主委中心 26号公布国内新增COVID-19确诊病例 分别有46例本土跟46例境外移入 其中桃源个案高达29例 当中远雄自由贸易港区新增14人确诊 包含亚续电脑厂9人 远雄自贸港区5人 另外高雄港区则新增12例 都是港区内相关职场感染 另外中央1922疫苗平台26号上午开放预约 预计2月7号到13号施打 短短3小时内已有29万2000人完成预约 其中莫德纳最踊跃67万名而已 预约32% 从10点到中午1点的时候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整个县市量人的部分是已经有维护 就是21期是147万9千 那已经预约了29万人 那这个预约率将近两成 那其中就是预约的这个百分比比较高的 就是莫德纳 另外26号新增46例本土的案例中 包含郊西饭店群聚案 两名大学曾到台北16人用餐 导致目前三人确诊 此外松山区一名幼儿园老师 曾到餐厅吃火锅 并跟确诊防众有相同足迹 国内增加多例疑似吃饭场合感染 外界忧心吸体翻版在线 对此陈时中表示 如果有确诊病人进去餐厅 大家接触时间长 染疫可能性提高 但强调不会因为什么场合 有群聚就关掉 当然有几个案例是跟饮食有关 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强调 不会因为说什么地方 或什么样的场合里面有群聚 那我们就会把它整个都关掉 那还是要有很多的一个考虑 当然有些要用我们也不反对 但没有强制 最后指揮中心再一次呼吁民众 落实手部卫生 可受礼节跟佩戴口罩等 个人防护措施 至于第21期疫苗预约开放 到27号下午4点 呼吁符合资格民众 尽快预约施打 原市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导